郭富城在和方圆结婚后,还是很低调的样子,秀恩爱没有,晒孩子两次,不过也正常,毕竟郭天王连结婚这么大的事情,都是在自家低调完成的,更别说结婚后的日子了,但是低调也不代表人家不幸福,也许正是另一种幸福。 在方圆生下孩子后,郭富城晒了一家三口的牵手照,感叹人生的圆满和生命的奇妙,在过年的时候,还教女儿拜年首饰,在孩子们的心中,但从未曝光过女儿的正面照,看到最多的就是孩子的小手。 近日,他们夫妻俩带着女儿出行,就曝光了女儿的正面照,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富城女儿的样子,乍一眼看上去和爸爸长得太像了。 但是却说不出哪里不对,就是感觉怪怪的,明明爸爸长得帅,女儿也像爸爸,可是颜值到了女儿身上表现的就不是那么明显了。 只能说就是普通孩子的样子,不存在什么颜值爆表之类的,也许是由于还太小的缘故,没常开,但看这个趋势,还是像妈妈更好一点,方圆的长相很大气,虽然之前都说她就是个网红,但她的脸不算是网红脸,还是很有辨识度的。 所以女儿要是漂亮的话,还是像妈妈更好一点,看到她们女儿的正面照后,有夸的有吐槽的,小孩子嘛,慢慢的都会有很大的变化的,现在还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,也许是个潜力股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